那休息时间到了 我们接下来请张主元议员开始执行 谢谢主席 各位媒体朋友 市政府各位背行的主管 以及四名朋友 议会同仁大家早 现在是第九届第八次定期会 本席张主元的市政总执行 首先本席想请教一下文化局局长 上次本席在单位业务咨询的时候 曾经有提到 关于贵大局 在做宣传的时候 小小一张DM 新竹生活节 就错了许多的字 可以说是错字连篇 所以民众反映说 没有文化很可怕 没有文化的文化局更可怕 本席现在想请教文化局局长 你们回去以后 是不是有去检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是制作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国学修养 大大的低落的现象 是不是局长你可以说一下 你们回去有没有检讨一下 主席 民主长 谢谢张主元议员的 对于我们文化局 然后我们也找科长来检讨 到底发生在什么 什么节点 为什么会这样子 教稿的部分 就是在教稿的时候有点粗心 我深刻的 最如张议员所讲的 我深刻的要见到 然后觉得就是我们文化局的一些错误 那我们相相当的感到通信 我们也规划的一个SOP 那将来 希望这样的错误 不会再发生 谢谢张议员的指教 谢谢 其实在那个措置里面 有一些可能是教稿的问题 有一些我觉得根本就是他搞不清楚 人的他或者是物的他 这两个他字 这是坦白说 我觉得这是文化水准的问题 所以你们以后要找的 做这个文案的公司 务必要找文化水准 好一点的来做你们文化局的 别科别处 如果有这种问题 相对的来讲 本局觉得不是严重 如此如此之严重 但是以文化局来说 这种的错误 其实真的是不可原谅 你刚才有讲到说 你们回去有检讨 有以后要用一个SOP来执行这样的工作 那你可以把你们的SOP给本席 可以 没有问题 谢谢张主任 议员对我们文化局的这样的错误来执行 那我们也确实 我们会深加检讨 那我们建立SOP的资料 我会提供给本席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错误 有请文化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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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本席想请教一下 卫生局 我们新竹市 的 这个自杀率 在过去自从设置了心理卫生中心之后 其实自杀率 其实是从全国最高的前几名 马上就改善到全国最低的最后几名 就是自杀率最低的几名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持续到现在 都还是整体的自杀率 是全国里面非常低的 但是本席却发现 青少年的自杀率 却足处的高于全国的自杀率 这个图是显示 83年到106年 各年龄层的自杀死亡率 自杀死亡率 那这个红线 其实是青少年 就是15到24岁的青少年的 这个自杀死亡率 在全国看起来 其实它的变异不大 每一年都大约是5、6 这个左右 就是每10万人 有5、6个自杀死亡率 可是我们看一下 新竹市在这些年的自杀死亡率 以年龄层来看 同样是红色这一条 15到24岁 前些年 99年到103年的自杀率 是低的 低于全国的 但是最近这两三年 有攀高的现象 高于全国的平均数 全国是6到7左右 5、6、7左右 那新竹市在105年 竟然是12.5 今年106年 数据没在这上面是10.8 所以它是明显的1.5倍的偏高 我想请问卫生局长 你们对于这样的现象 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你们有去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请您回答 秘书长 感谢张议员 长期以来对于我们新竹市 心理自杀房子工作的一个关系 那首先跟张议员报告 我们新竹市自杀房子工作 在自杀死亡率 我们是全国排行第三低的 我们仅次于台北跟清门 那当然我们有注意到说 在15到24岁 这个年龄属群 有稍微再往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年龄属群 自杀的原因就只要是感情的因素 还有这个精神忧郁症的疾病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两年 我们也加强跟教育处来合作 来推动校园自杀房子的工作 包含在校园推动心理卫生的一个宣导活动 还有教育处也会针对这个自杀风险 有自杀意念的高危险族群 来加强的追踪来管理跟托导 那其实我们106年跟105年 我们在这个年龄族群的自杀的人数 是有降低的 是有少亿人的 那以100年今年来估算 上半年我们 等一下 你这边从很低攀到很高 然后你从最高点跟今年比 你当然是降低 你是降低一个 但是你跟全国比是1.5倍 是因为我们有重视到这个趋势 这个数据的往上攀升 所以我们加强跨局数的横向联系 也来加深校园自杀防治工作的一个深度跟广度 那其实15到24岁这个年龄族群不只是有校园 还有可能是大学 还有可能就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所以如果是自杀未射的个案 我们也加强通报给各大校园的心理执商单位 来加强来管理 那我们在职场部分也加强来推动这个心理卫生的一个宣导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不管是个案管理的这个量能跟宣导活动的量能 我们是这两年都比前两年都还要来的高的 但是就我了解 你们甚至不知道这些自杀死亡者到底是当时是住在新竹市 还是不住在新竹市 你们连基本的数据都没有去了解过 你们这个是从全国的一个统计数据来的 你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在别地方 还是我新竹市现下在新竹市这边的年轻人 你们连这个数据都没有 你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巨幅的攀升的时候 你们一点警觉性都没有 你们根本连这些人数哪些是在外地他们去自杀 哪些是在本地去自杀 在外地的你又如何去补导 在本地的你应该有一套更好的辅导模式 你们要去研究一下到底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而不是拿全国的一个数字说 感情因素这个年龄层就是感情因素 到底新竹市的个案发生在什么地方 一年才一年有10.8个个案 这些个案到底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 什么原因之下 是否在新竹市发生的 住在新竹市的年轻人 你们都一无所知 跟商议员报告 其实这第一手指标其实是不容易取得 但是我们有请议跟全国自杀防治中心来请议 其实我们就去年度的自杀死亡人数来估算 61个人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属于在外地是自杀死亡的 对 尤其在整整15 我表示还是有三分之二是在我们本地自杀死亡的 你们要非常重视这个信息 新竹市号称 新生儿出生率最高的城市 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们啊 怎么在15到24岁的时候 是高于全国的自杀死亡率呢 而且高那么多 而且我们的胃肯局根本没有体认到 这是严重的事情 基本上没有好好地去了解 到底这些个案是如何发生的 你们连有几个个案都不知道 在新竹发生的都不知道 等约报告 前几天我问你的时候 你根本说 这个中央那边统计的数字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你们应该自己新竹市本身应该去研究一下吧 是我们会再来研究 你们对这种事情完全没有一个敏感度 你们自己的业务 你们敏感度这么的差 本市一看到本市就觉得不对 跟张一元报道 其实我们在15到24岁这个年龄族群 我们107年上班年度是有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三人的 其实数据还是有在下降 我们是很重视这个数据的攀爬 所以我们很努力在推动这个制裁房子的工作 103年才1.8个人 到105年12.5个人 所以你们应该看到这个马上就要重视 到现在我问你 新竹市到底几个 外地到底几个 你们在新竹市的个案 你们都没有去了解 你们赶快去了解一下 新竹市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近这几年 儿童幸福青少年不幸福是不是 好你先请坐 希望你也答不出来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没有用功 没有去研究 根本搞不清楚问题出在何处 接下来本期很关心 有一个新的要经费的提案 这一次在会期里面提出来 所谓一个新竹市国际展演中心 即客家会馆 极大的投资 这一次在提案里面 就要超过5000万的经费 而这个经费是107年到109年 三年的经费 这一次在本会期 一次就要本会来通过 本会来通过 里面这5000多万是做什么 只有在做这个发包工作的前期作业而已 前期作业就是一些一般的业务行政作业 就要5000多万 所以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极大的投资案 因为这种的前期作业的经费 一般来讲可能4到6个percent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经费 但是这么大经费的投资 却不曾在市议会好好的报告过 议员都不知道你这是要在干什么 就来要做这样巨大的投资 这是对议会的极端不尊重 对议员的极度不尊重 本市现在想请教市长 既然这是你的决策 请问市长 你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东西在这边 请跟大家报告一下 主席 谢谢张主言议员 对于我们在过去的世博台湾馆旁边 这个基地 我们要来做一个展演中心 及客家会馆的一个关心 跟议员来报告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像议员也非常清楚 因为我经常专家很多的这个艺文活动 都会看到张主言议员 议员一直都对于教育跟艺术文化非常的支持 那我们每每到了我们的这个演艺厅 演艺厅是一个1092席次的一个展区 那我们都看得到说 其实演艺厅真的是已经不服使用 我们现在常常遇到很多的艺文表演团体 向我们来反映 他们想要来这里表演 可是没有办法租界到场地 好那你先跟大家报告一下说 这个场地 我听说你们要做3000到5000人作息的场地 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场地 是 跟议员报告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场地 跟议员报告 应该要更详尽的跟议员来说明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3000是做 那么5000是历史的 一个这样子可变动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计划 我们其实从我上任积极公文化部来争取 那也终于在今年成功争取到1.7亿的经费 不过我跟议员报告说明一下 就是1.7亿 1.7亿是三年的 是吗 这一个是1.7亿应该是说 这时间点多长 我可能要请王浩局长来说明 但是整体我们争取到的是一个1.7亿的一个经费 那我跟议员说明一下 这个跟我们当时争取的这个经费 是有一些落差的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起一个 这个规划及专案管理的一个案子 好好来研究说 这个经费能不能做到 明年宣所规划的这样一个席次 那倘若不行 我们可能是必须要调整一下 因为总经费有限 那我们希望能够规划一个预算范围内 可以来支应 那也符合我们所需求的一个 这个展演中心 之前你们一直都说 表演的团体不来 因为我们没有场地 但是这么大型的表演 观众如此多的表演 其实并不是真的新竹县市都没有场地 确实没有 一些 某一些场地 这种音乐表演的场地 你们也看过 很多都不是在专用的展演中心 虽然我们全国也有几个展演中心 但是 其他的地方你们也可以看到 譬如说 很多 大明星都说 他要工弹 巨弹 巨弹也不是专用的展演中心 所以 人家不来 究竟是 这里没有市场支撑 他要售的票 他总不能赔本来 对不对 还是这里真的没有场地 你们似乎并没有真正去研究过 这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有研究过 因为为了这个展演中心 其实 新竹县市政府跟文化部 光是跟文化部的沟通 跟争取 已经花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你们用什么方法来研究 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我跟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有相关的 这一个规划 那我都可以请会后 请文化局将 将这些相关的资料 提供给议员做参考 那我跟议员再做一个补充 你们以前做的就是这一本 可行性评估吗 是不是 议员您拿的是不是可行性评估 对不起 因为我这样看不到 从口报告书 是 那请问你 你是否知道他们规划出来的成果 在这边 表演有各种形态的表演 他们在这边 是要有任何某一种形态的为主吗 还是怎么样 好 跟议员来说明一下 原先我们的规划 我们本来是比较希望是 这个是一种演唱 或者是这一种流行音乐的方式 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争取到 因为那个场馆要很大 那个经费要很大 所以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争取到 那样的一个经费 所以后来我们现在把它转型 希望能够 应该是很有用的 议员可以想想 其实像很多的舞台剧 从来没有来过新竹市 都在新竹县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演艺厅是没有众生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一个演出 如果可以在新竹市 有一个大的展演中心 我们能够支撑也有这么多人口 来支撑他的这个不至于变成文子馆 能够充分利用 当然我新竹人会想说 我究竟我多好 我更棒 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件事情 有许多个方向需要好好的考虑 不是一厢情愿的我想 现在很多县市 就是因为整体的财政 大家都不是这么的充裕 大家都不是附加子 这么讲 所以必须要 你们现在喜欢讲共豪吗 对不对 所以应该要去思考附近的县市 它有些什么 他们什么地方没有的 我们这边如果可以再去增加 是更好的 其实我跟议员补充一下 就这个表演场地来说 是不是我们目前最急迫最需要的 恐怕也是未必 我们的艺文人口要去培养 在我印象中大约一年多以前 有一个工厅会就是在报告这件事情 现场包括在地的艺文人士 在市区自己设有一个艺文空间的 一个艺文人士 甚至都站起来反对 因为它的原因就是新竹市没有办法 艺文人口没有办法支撑这样一个大型的展演设施 他认为新竹市应该要多一些经费 来培养在地的艺文团体跟在地的艺文人口 当培养足够了的时候 才有机会来支撑这样一个大的展演中心的成功 我们希望站在第一个艺员的立场 我们希望你任何的建设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你们好好的检讨 你们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现在一头空的在那里想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缺和实际的 本市现在 议员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做过相关的可惜性的评估 那这一个展演中心 市长我跟你说好 文化部争取的时候是以足足秒 这个超过150万人口去做规划 他们才同意要给我们的 其实 你说的对150万人口 真的不容易 你先请坐 好谢谢议员 150万人口 首先我想我先讲一下 关于经费 等一下我们回来讲人口 本席把这里列出来 台北台中高雄 好 这个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在经营的 国家级的音乐厅 戏剧院歌剧院 还有昨天刚刚开幕的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他们 占地远比我们新竹市这块地要广很多 而且他们的总席次 整体来说是比我们现在规划三千到五千席 甚至都还比你规划了三千座席 要来的少 他在不同的厅 他这个 譬如说国家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他的总席次虽然是五千八百六十一席 可是他每一个厅的作息 其实是小于你所说的三千席 他们都不能 支撑 这么大的席次数量 我们新竹市如何支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工程经费 你可以看得到 那一天文化局局长说 13亿 我就立刻说 这哪里可能13亿做得起来 一个这么三千到五千席的 这经费够吗 当然是不够嘛 你看看 台北国家级的剧院 或许他会经费 整体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人家是74亿 台中国家各剧院43亿 魏武营的更庞大了 当然他的设施是特别不一样 非常有特色 然后他的这个剧院也多 所以他是一百多亿 我们放一个13亿 跟这个桃园的展演中心 1500席的在 几乎十年前就开幕的 人家都要花了十亿 我们这个13亿能做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把国际两个字 灌在这个展演中心上面 但是你拿这个经费出来 这是不切实际不合理的 第二个 讲到人口 这是研究显示 八成的人在30分钟之内 的这个路程 他会去这个地方观赏 摇眼 在台北 是北北基 加上一部分的桃园 30公里 这么大的一个场所 这么大的一块区域 台中市 台中歌剧院 在这个点 跨30公里 台中市整个涵盖在内 还涵盖彰化线的 不小的一个部分 高雄的魏武营国家 一重化中心 划30公里 它可以划到自己 整个大部分的高雄市 只有高雄市 但是回头等一下 我算人口的时候 我会把台南算进来 因为台南到 台南如果搭高铁到这边 十几分钟 然后下车之后 搭这个捷运 红线 直线就到了 所以 我可以把台南算进来 你可以看得到 根据我刚算的 30公里的 再加上 考量 交通的 这个高铁的 这个快速的状况之下 台北的这个区域 有807万的人口 新竹 竹竹苗 只有155万 台中彰化 我算彰化只算一半 344万 高雄市是465万 因为加上台南市交通 一定程度的便利 好 这张是刚才那一张 这张不用了 给你们看一下 107年的运运 台北市 两厅院 预算是编赤字 0.59亿 台中编1.8亿 高雄编4.6亿 我们新竹 财政处长 你准备好了吗 要每年 这些赤字 我们的 我们的人口 怎么跟他们比 是人家的 几分之一而已 然后他们 预算都知道 会是赤字 直接编赤字预算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真的要在 人口不足以 资深的状况之下 每年 要投资 这么大的 经费来 亏损吗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你们到底 知道不知道 这个足足描的 区域的人口 根本不足以 支撑里 三天席的 演出 我们希望新竹 是有更好的设施 这是我们中心 期望的 但是 我们却不希望 空头的乱想 乱做 造成我们以后 文子管 你要知道 台北台中 高雄是 国家表演 艺术中心 在整体经营 是多么的专业 你去查看一下 他的人事费多高 人手有多少 所以本身认为 你们这个案子 你如果 糊里糊涂 随便 通过给你花掉 五千万 不知道是 丢到水里 连踪影 巨无 更怕的是 你真的把它做一个 不好的东西出来 然后又不能 财政不能支撑 人口 义文人口 不能支撑 那才是很大的灾难 市长 我们看过很多的 所谓的可行性 评估报告 这些顾问公司 你设了一支箭 你是业主 你的箭 想要设到哪里 他赶快去画个靶 给你做在哪里 我们看过无数个 所在都有 请市长 你们一定要再检讨